北京时间12月3日,多哈游泳试锦赛跳水选拔赛第二站的比赛正式开赛,其中,在大家高度关注的项目中,全红缠与陈玉希两位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之间,再度上演了精彩激烈的角逐,两个人天赋异禀,实力旗鼓相当,在这一次比赛中,全红缠和陈玉希也都是朝着冠军发起冲击。 上一战比赛,全红缠遗憾输掉比赛,赛后引发不小的争论,大家也都期待着全红缠可以在本战比赛夺冠。 但是这一次比赛开始之后,我们明显发现全红缠有些力不从心,在比赛中的表现甚至不如上一战,本次决赛结束后,全红缠又输了,最终415分收获亚军,相反陈玉希则是432.3分拿到了冠军。 上一战比赛,其实两个人的分差在10分左右,这一次分差已经拉开到了17分以上。 全红缠为什么被陈玉希的分差越拉越大呢? 这或许是很多球迷都无法理解的。 其实单纯就全红缠和陈玉希的个人能力做比较的话,此前东京奥运会上就已经是两个人的巅峰水平,当全红缠能够把自己最强的实力展现出来之后,是可以打破世界纪录并且征服全场裁判的。 所以说,陈玉希虽然也是世界冠军,但是与全红缠相比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说,大家也都希望全红缠能够成长为中国跳水队下一个郭晶晶式的现象级的领军人物,缔造更传奇的故事。 但是进入到新周期,全红缠受制于身体发育观的困扰,导致个人的心态和比赛成绩有比较大的波动。 目前来看,全红缠的比赛状态欠佳的同时,近期又饱受伤病的困扰。 正常来讲,全红缠如果说没有伤病影响的话是可以击败陈玉希的,但是由于这一次比赛之前,全红缠的腿部受伤以及手臂拉伤,导致全红缠身体不适。 单腿发力的情况下,在比赛中肯定无法完成更完美的技术动作。 包括赛后,有人拍到全红缠的腰部也存在一定的伤病,看到这位中国跳水队的天才目前多出受伤,确实是令人心疼,也成为了全红缠暴冷丢冠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作为全红缠的主管教练陈洛林一定会出手,帮助全红缠尽快康复,把伤病养好之后,再去赛场上把输掉的比赛赢回来。 相信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之上,全红缠一定可以给我们中国跳水队拿下更多的冠军金牌荣誉,期待着全红缠和陈玉希都可以为中国跳水队拿到更多金牌。